早上10.05 带大家看看武汉四楼行这边 江岸区啊 这边上 最近武汉下的雪还是挺多的 现在武汉到处 残雪的残雪啊 然后各个交通的话现在建议大家呢 还是坐地铁出行啊 你开车比较危险但是 都是雪啊 你也开不快 公交什么都开不快 你给你看 它四楼行这边还好 公交还没停运 有的可能地方公交都停运了 车上都是并临 这个天的话四驱车还行 后驱车也还行 二驱车就有点吃力了 前驱二驱的 大部分人买的应该都是前驱二驱的 前驱二驱 二驱啊 全能驱动的二驱 比较节油省油 然后大家便宜点 所以大部分都是买的前驱 这个雨雪天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往外开的 能坐地铁就坐地铁 坐滴滴可能都 比较慢啊 就是它开不快嘛 你可能 打网上显示正常 十分钟到的路 它可能也得开三十分钟 然后快递可能也是受影响 这个 电动也起不出去嘛 这哪能起电动 自己都起不了 我往这边走走看看 这边 这边大概是不是觉得像县城 这是它的老式东西啊 再往这边走是往加弄那边走 震震老式东西 然后往那边走的话 它这边 你看那边高楼 那边是他们的富人区 往那边走走给大家看一看 那边有林匠豪宅什么之类的 都是上千万一套的 然后那边还有个高端商业姐姐 叫 武汉天地 应该有人听过的 特别大部分店 还都开门了 买东西吃肯定是没问题的 也有的没开 有的可能就回家过年了 大家看这个路上人不错 因为现在是上班的点 然后 至少有200万人应该都已经回去了 就是 离开武汉已经回老家了 因为武汉 长住人口有1400多 长住人口1400多 应该有大几百万都是外地人 这个本地户籍人口可能都不到1000万 他现在只是找上 防卫缠除了一条小道坑 给别人勉强 电路车可以骑一下 现在在外面晃的 应该是武汉本地的晃家的学生 然后还有 退休的老人 这边店铺都是开的 这边应该也算是 历史老街区 过两单车全部用不了 这还有学生呢 这个学校好像已经放假了 中学 正往前面应该就是那个 富人区的 这公交就难得等了 这公交 这有人在这里等 哎 这个天 大家吃 方便对付一下也行 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就自己做饭 他外面也难得送啊 现在走这边是感觉像县城一样的 哎 再往前面一点就 就到他的富人区了 这人 原来应该算是富人区 几十年前这种就已经很厉害了 现在的话因为高楼进的比较多 所以看着就很一般的 武汉 汉口这边还有 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这样的 它很难拆了 只能就是房价很高难拆 然后就是 它里面有一些是那个 历史文化优秀建筑 拆不了 都已经贴上温饱牌了 就这边 那就是武汉田地 那边消费推高 相当高 算是武汉消费最高的地方之一了 你们吃东西干什么都很贵 上海那边也有一个上海田地 应该都是一家开发的 主打高的 就这里 进里面也有进上海那种感觉 大家应该看过房华吧 那种感觉 这边他们的写字楼 往那路出来两个是 邻家豪宅 一两千万一套的 那边就是床江的 汪子就是床江 再往往这边就是轻轨了 交通又很便利 这个轻轨是黄埔路 再往这前面就是 就是 解放公园 然后往前面解放大道 解放大道往前面一排 还有协会医院同济医院 都是非常厉害 所以他这边配套资源也非常好 教育医疗 公园什么的 高能生长应有尽有 离家路也不远了 两段的距离感觉 主要靠不行 你看 主要靠不行 有钱人也是不行 不行你坐地铁也还快些 你自己开车不知道开的什么时候 而且有危险 这就是目前武汉市中心这边的现状 都不会有什么时候 为什么 对 都不会有什么时候 实际上 是 感谢观看